力量巅峰人物年度盛典,在京城震撼登场,群星璀璨,闪耀年度吸引力,但晚,巴沙南市2017商业星力量巅峰人物年度盛典,得两项重量级大奖年度吸引力明星,年度实力音乐人一同强势出炉,凭借在2017年的杰出表现,共有16位名人明星斩获此项大奖,完美印证了演艺界品牌。 与成功并存的潜心理念,一扬千喜,他从面露羞涩笑容的纯洁少年转眼间蜕变成了风华正茂的男子汉模样,舞台上他是星光熠熠翩翩翩起舞的耀眼明星,迎评里他是初出茅庐的新锐演员,生活中他是温柔明亮的。 吴秀波,他是享受表演的演员波,是魅力光芒的牙匹绅士,也是温润如玉的文艺大叔。 今年,他在影视综艺综艺综领域全面发展,由他主演的现象级影视剧《大军师司马一之军师联盟》封密全国,好评如潮,并凭借此角色荣获中美电视节最佳男主角奖。 佟大为,他入行十余年,电影电视剧佳作不断,从当年的青春偶像到终极暖男,再到佟老板,戏里他演艺角色的悲欢离合,戏外他做公益,开公司,跨界投资,全面发展,在生活中他是温柔老公,慈祥人妇,在工作中他是霸道总裁,实力演员。 无尊,初始于偶像剧中的白马王子,相知于古装剧里的儒雅侠士,他是动灵男神,是贴心老公,也是温暖朝霸,更是一代人记忆中,永远闪耀的青春印记,他有着歌手的迷人嗓音,也有着演员的扎实演技,尽管光阴流转,但他依然不忘初心,时刻保持着阳光的笑容,和彬彬流里的太子。 黄轩 黄轩,以演员之身在万千镜头中恣意挥散,用动静皆宜的角色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用眼眸中的光影,点亮无数动心的瞬间。 黄轩,2017,他的作品《全面开花》,角色百态,他是非凡任务里热血硬汉基督卧底林凯,是海上墓云记里深陷全情争斗的墓云生,是芳华中清澈真挚的刘峰,也是妖猫船中洒脱不羁的诗魔白居艺。 黄轩 陈学东,他是鬼马精灵周崇光,温暖如初陈老师,数学天才荣金珍,热血青年麒麟,演绎了不同角色的他,依旧是粉丝心中温暖阳光的王子。 今年,他不断突破,提升自己,全面发展,关注公益,散发光芒,向着全能艺人快速发展。 王凯,2017年,随着电视剧《欢乐颂2》的热播,他饰演的赵启平一角,再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认可,由他主演的电影《嫌疑人X》的现身,收获高票房的同时,还收获无数好评。 电影《英雄本色4》,也即将在2018年上映,他用角色证明着自己不凡的演技,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惊喜。 杨硕,自出道以来,他多出演一些硬汉角色,被称新硬汉接班人,他骨子里有着东北人的豪爽性格,戏外也多了一份硬汉的续性与柔软,被粉丝们评价为行走的荷尔蒙,雅皮代言人,尤其是他自带沙哑性的嗓音,更是迷倒众人,身份无数,凭借他塑造的小包总的形象,深入人心。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杜江,恩亨,霍思燕,俊朗的外形,爽朗的个性,爸爸去哪儿中,他带着恩,亨独自旅行,被粉丝称为国民奶爸,迎评中他以轻松自然的表演方式演绎完美,大胆尝试高难度的角色挑战,他塑造的角色形象深深打动观众, 并引发强烈共鸣,轻熟型男,魅力先生是他的代名词。 郑凯,他喜欢和速度赛跑,挑战自己爆发无限可能,他是永不止步的奔跑小猎豹,用青春朝气的脚步,传递自信拼搏的能量,他正能量爆棚,拥有标志的温暖笑容,在过去的一年,影视综艺音乐多线发展,全面的展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 潘热明,戏如人生,起起落落,从当红小生步入魅力大叔,成长的不只是演技还有内心,灭盘重生的他,是实力跨界的歌王,也是演技爆表的演员, 他在悬疑网剧《白夜追凶》中,一人塑造了两个快智人口的荧幕形象,再次证明他的高超演技和实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用实际行动试了自己的内心,守得迎开见月明。 贾奶量,他是说到做到的宠妻狂魔,是金剧不断的潮流段子手,也是人见人爱的甜心奶爸,更是跨界商业的实力演员,从俊朗小生到斗趣奶爸,再到企业CCO,通过偶像力量,推动商业娱乐同步发展,实现双向共赢的目标。 欧阳娜娜 吉克俊逸 苏芒 爱福杰尼,过去未去,未来以来,数潮流人物,还看今朝,迎来全新十年的巴沙男士商业性力量,巅峰人物年度盛典,不会停下追寻的脚步,在今晚,我们共同见证了时代的改变,共相荣耀的盛举,下一个十年,巴沙男士, 是吉巴沙男士商业性力量巅峰人物年度盛典,将一如既往传递充满蓬勃生命力的新鲜希望,继续与各界人士一起寻求成功定义,发掘品位质感,不断推进对商业成就,和人生品味, 双重典范的塑造与褒奖,以行业佼佼者之目光如巨,为世界解读下一个风口, 为什么防御人物年度很ża旋?